您好 欢迎收看2月25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花莲县推动高尔夫学校基层杂根运动座谈会 来自全省的国民中小学校长 25号在花莲县高尔夫球场举行 学长徐中卫也大力推动这项运动 从小培育高尔夫的运动人才 希望可以发扬花莲县成为体育王国 高尔夫球运动在国际间风行 为了推展高尔夫球运动总基层杂根 20号下午中华民国高尔夫球协会理事长杨振松 体育署专员周国金 特别南下花莲与花莲县国民中小学校长 进行推动高尔夫球学校基层杂根运动座谈会 现在学长表示运动养成并非一朝一夕 希望各校能够有推展高尔夫球运动 进而重视花莲体育大县的荣景之美 当年108年王立市长捐给花莲县 1076支全新的球杆 希望来协助花莲来推动我们的高尔夫球基层杂根 所以我们也要谢谢这两三年来 一直合作的我们的学校 还有我们的这个家长 因为有家长的认识 鼓励孩子才会坚持的往上去 但是现在我们念你的希望 第一个体育的这个我们的这个高尔夫球 再破增到国小 国中端必须要有人揭霸 国中端必须要有人揭霸 之后高中端 这是三级要去做 也就是我们现在开始在做科技教育的三级教育 到高中端开始我们去揭霸这件事情 所以我要谢谢我们的这个高尔夫球委员会 房理市长还有我们的长平教授 他真的是非常非常认真 教师群更重要 如果教师群能够稳定 而且能够这个不断的下向去做服务指导 我想这也是让孩子不断的坚持走下去 过去花园即为体育重症 而位于花园高尔夫球场内 花园港高尔夫球俱乐部 为台湾唯一经历日志之后 以及战后所仅存的高尔夫球场建筑 现在许中有热情邀请乡亲朋友们 前来花园高尔夫球场 重拾回甘的建议 能够一睹历史文化之美 记得 总理 欢迎收看